來看這個快胎就算 陽性的確診死神服務 這是什麼 現在有台北市議員 發言說五月中九五月底 台北市聯合病院的死神病症 很多人看過說 沒有來的這個共產生病毒 這個台北市聯合病院 表示說會來調整 不會弄開醫療主案 他現在有什麼症狀 現在他在刮燒 用手機的架頭死神 上次問病人確診了後身體的狀況 不如有個風險的個案 趕緊帶就比較好 這位中心是從快菜養成 就算是確診的政策了後 真相實現看白人所也在增加 醫師表示 目前真相每一天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 環節 都是以右用死神 給醫生看 每一個環節 環境的時間差不多要十分鐘 至二十分鐘不定 其實是很忙 也會 矯正看白的時間 就在那死神 環境輸給大量增加的時候 有機關所發言說 全五月十二至五月二五 在台北市聯合病院 一萬四千一百十一的死神 掛號裡面 就有四千一百二十九的人 有掛號 也沒有給醫生看 比例要跟三聲 其中還有二十七的死神問題 所以發現說有人掛號 醫生也准是出現 算沒有半人來看病 這句說是沒差人的醫療主管 調配就是依據那個的量隨時可以分減 這條病院表示 快胎用性就算是 比較近的症状 算沒有後 頭一天 他們死神給醫生看的 就有六百的人 第二天前到九百的人 第三天到第四天 死神看白的人數 創下新冠 都有一千一百的人數 而且刷定死神問禁 跟過去實體問禁 有一個醫師 配一個護士的 目視是不一樣的 病院也都會營養 那天的訴求 做相關的條件 就對不會有透過醫療 人力的症狀 記者綜合報道